大家好我是Lorena 今天呢我要来分享我们家小孩很喜欢的 鲜榨翡翠柠檬红茶 材料有红茶600cc 今天我选的是带着柑橘香的红韵红茶 再来就是现榨的莱姆汁和糖浆 首先我们来制作糖浆 限量100克的二砂糖 那我这边用的是超市买的有机road socket 接着量100cc的水 我们取一个小汤锅 先加水 开中小火后加入砂糖 记得要一边煮一边搅拌 大概煮到这样成大泡泡状 我们就可以盛出来咯 现在我们请我们的琪琪要来帮我们泡什么 红韵红茶 好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加入莱姆汁 所以呢今天我也选择带着柑橘香的红韵红茶来搭配 我们大概会需要500到600克的茶汤 所以呢就用大概10到12克的红茶叶 加入大概95度C的热水 然后呢这款柠檬红茶它的茶汤是需要比较浓郁的 所以大概浸泡3到4分钟 时间差不多到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绿茶器拿出来放在壶的盖子上 糖酱和茶汤都制作完成 接下来就是制作柠檬汁咯 好首先要干嘛呢 切柠檬汁 今天我用的是Magimix的冷压榨汁机 它厉害的地方是出汁率可以高达96% 而且水果的营养素可以保留高达85% 最让我喜欢的是连皮一起打 可以保留莱姆皮我很喜欢的香气 如果你没有Magimix 用一般的果汁机打也可以 但记得只要快速搅打10到15秒 然后用滤网把渣滤出 不然做出来的翡翠檸檬会很苦哦 好啦我们带着果泥还有果皮香气的莱姆汁 已经做好咯 最后就是组合的动作了 把红茶汤倒入一个大壶中 接着加入冰块 可以有很多的冰块 然后就是刚刚煮好的糖浆 最后就是檸檬汁 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试喝看看咯 喜欢多酸或是多甜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调整 好啦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翡翠檸檬红茶 希望你也会喜欢咯